你还是躺下吧 你的伤很重 我怎么会在这 这是我父亲 最早隐居的地方 正好借给你养伤 我从来没见过我父亲动手 不知道 他年纪那么大了 手上的劲儿还是那么足 来 喝些姜吧 怎么不说话 你在看什么 你的头发 他一定像那条西水那么轻柔 不 我不喜欢他像西水 为什么 西水太无情了 他流过去了 就不再回来 你伤好了就回去了 再回来 你父亲肯把那把剑给我吗 你怎么老是惦记着那把剑 我不能不想 我胸口一疼 我就想起他 忘了他吧 他是不祥之物 不祥之物 这件事发生在我父亲 娶我母亲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外祖父突然被人杀了 就这样 我父亲得到了那把剑 可是 母亲一生下我就自尽了 你是说 你的父亲杀了你的外祖父 从此 他就带着那把剑和我 埋名归银 不问世事 现在 你不会再责备他了吧 我真惭愧 所以 那天晚上 你富商一走 他就叫我和魏宝 带药锥来照顾你 救命之恩 我终身不忘 你该安歇了 管江 长夜了急 你不愿陪我多谈谈吗 我能给你 好好点 带药锥来照顾你 我能给你 带药锥来照顾你 我能给你 我能给你 手 好 我们该起来了 你只要向我父亲开口 我相信他一定会答应的 不 不是现在 为什么 你不娶我 会吗 你父亲那张大的队 我的武功实在不行 目前还不配娶他的女儿 那么你 我的好好的下电苦功 明年今日 我再来 这样才不至于辱没他的威名 好吧 也难得你有这番心意 我不会忘记这一掌的教训 这给你 作为我们定情的信物 这玉佩是我母亲的遗物 你带着 可是 你要记住 你放心 这件事我忘不了 那么 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 马上就走 老汇 老汇 公子回来了 公子他回来了 去把我的披风拿来 为什么把中门封住啊 公子得他要见之日 老夫人传命封闭中门 请公子及早醒悟 醒悟 请悟什么 公子聪明过人 应当知道 母亲 请说孩儿不孝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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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杀了 退出的杀了 君侯三思三思啊 怎么 他四处都城残杀廷尉 还骗走了孤子太阿剑 难道还杀他不得 气臭君侯 太阿剑他已经送还了 那他就没罪了吗 当今狼虎溃刺 诸侯相亲 王进民心大夫 国中用财政因 启望君侯 暂且饶他一死 君侯三思 君侯可削其藩路 贬为庶民 以逞其无知之罪 好 顾免你一死 可是顾要问你 你此次白净之刑 目的为何 薛剑 在下就是王师 阁下这个年纪 有什么可以教我的 哦 这样说公子何不请为百岁老人呢 恕弟子失言 停 快 走 好 请问 还有什么人可以指点我 在下觉得公子不必在研究剑术 怎么说 言尽于此 告辞 轻轻自尽 留有我心 从我不忘 自令不思议 轻轻自拍 又有我心 从我不忘 自定不来 挑戏他心 再成全心 一日不见 不三月星 别三月四月的啦 人家夏侯公子啊 马上就要来了 卫宝 你嚼什么舌头 哟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 你还胡说些什么 胡说 好 胡说就胡说 那天早上 不是下大雪吗 不是下大雪吗 我来接你 你 我告诉爹去 告诉就告诉 你敢不敢告诉他 你的玉佩送给谁了 他 阿拉伯